在場所有愛多美的家人 大家早上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哇真是太熱烈了 我們給自己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各位 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徐烈剛 來自台中草馬教育中心 非常高興今天有簡短的時間 能夠跟在座所有的家人 來分享愛多美的獎金制度 一開始有一個小小的故事 先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在網路上面看到的 有一個小學生在考試的時候 有個考卷 那上面有個題目 是成語的填空題 那第一個格子是空格 那第二個字是肉 就是豬肉的肉 那第三個字是空格 那第四個字是食物的食 所以什麼肉什麼食 那一般老師希望學生寫的答案 可能是 弱肉強食 那他看到有位學生寫的答案上面寫 燒肉定食 可能他的肚子比較餓了 當我看到這個小小的一個不同點的時候 我就想到其實同樣的空格 當你填上不同的文字的時候 就會賦予那一句話不同的意義 各位說對嗎 對 那針對於愛多美的獎金制度 其實我會聯想到 很多人在推廣經營愛多美事業的時候 心裡會有一些掛礙 以及以前的刻板印象 怎麼說呢 各位 愛多美本身是一家直銷公司嗎 是 那傳統的社會當中 過去到現在一般人的觀感 對於直銷事業的普遍的印象 是好的比較多還是不好的比較多 不好的比較多 這是事實 所以今天來到愛多美在座所有的家人 一開始要跟各位來分享就是說 今天如果依照公司在獎金制度 設計上面的精神 其實它會付給直銷事業不同的意義 該怎麼說 一般我們可以從兩個面向跟各位來談起 第一個 獎金收入的來源 所謂的獎金制度就是公司發錢給會員 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錢會怎麼樣的分配 第一大類是來自於差價 一般的直銷公司都是如此 什麼叫差價 今天可能我成為某一家公司的會員 我在購買該公司的產品 一開始可能可以取得5%的利潤 我賣給朋友可能就賺5% 100塊的東西我就賺5塊錢 隨著位階的晉升 不管是經理 主任 總裁 總監 紅寶 翡翠 鑽石 黃冠之類的 它的%數可能會越來越多 可能賺個5% 10% 15% 20% 25% 30% 一開始是賺朋友的錢 後來是賺下限的錢 因為它的獎金來源是來自於差價 反過來我們看愛多美的產品的制度設計很特別 各位 我們的產品有沒有差價 沒有 舉例 像我們的非常熱賣的黃金奈米牙刷 一盒八支裝 各位知道售價是多少錢嗎 260元 今天如果剛入會的新會員 他購買一盒是260元 那如果今天有晉升 不管是銷售大師 鑽石大師 玫瑰大師 星光大師 甚至我們全球第一位尊王大師 如果他要購買一盒牙刷八支裝的話 他要花多少錢 一樣的金額 260塊 所以第一個很明顯的差異是 愛多美在獎金制度設計上面 我們並沒有所謂的差價 所以各位可以很放心地跟朋友做介紹 因為我們不會賺朋友的錢 也不會賺下限的錢 因為所有人買的價錢都是一樣的 那第二個差別是來自於 一般的直銷公司他的獎金制度 來自於新會員加入的時候 所購買的產品 或者每個月強制規定 叫做重複消費的產品 簡單講是被強迫的 所以消費者他可能選擇性不是很多 怎麼說像一般我們過去常聽到 介紹一個人能夠賺多少錢 各位 為什麼你知道介紹一個人能夠賺多少錢 因為很明顯他會花多少錢的東西買東西 介紹兩個人會回本 有聽過這種說法嗎 各位想想看 為什麼介紹兩個人會回本 回本這兩個字聽起來很吊詭 像我以前在直銷事業 其實也有一段經歷 過去是習以為常 要快速回本快速回本 可是各位 今天一個消費者 為什麼會有回本 為什麼會有本錢 像我們一般在創業 我必須要大量的資金去投入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叫本錢要資金 但是所謂的消費者 他需不需要本錢 不用 所以我們以愛多美來看 本身加入會員需不需要入會費 不用入會費 公司有沒有規定每個月強制購買 要買多少錢的產品 有沒有規定 沒有 所以在沒有規定的狀況之下 所有的會員都是採一個叫做自然性的消費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差別 所以光靠第一種形態我們就會了解到 愛多美本身在獎金制度上面的設計 跟一般的直銷公司有很大的一個區別 那透過愛多美的一個方式 要來顛覆直銷的一個歷史 以及創造未來新的革命 那接下來透過一些簡報 一樣跟各位來做一些分享 首先第一個 我們透過愛多美的事業體裡面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成功的系統 因為每一個人來到這個地方都渴望成功 但是成功是需要有方法 常常很多會員他會擔心我自己的能力不夠 我的上限能力不夠 我的團隊能力不夠 我要怎麼樣做得好 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個人能力已經很強的人 他在傳統的事業已經很成功了 各位認同嗎 他不用來做愛多美 他不管在365行 如果他自己能力很好 火柴很好 人脈很好 專業度很強 他在哪一個行業都能夠成功 但是一般人他沒有具備這樣的本質學能 所以當來到愛多美的時候 公司就設計一套成功的系統 目的是希望讓每一個人 在沒有任何的背景 沒有任何的能力 只單憑自己一個想要的心 他就能夠達到成功 而在愛多美所謂的成功系統 各位知道我們有三個最重要的成功系統 第一個是什麼 教育中心 目前在全台灣有40個教育中心 各位都可以到臨近的教育中心去做學習 那我們透過教育中心 就是能夠幫助所有的會員 來對商品的了解 公司的了解 制度的了解 那第二個重要的我們的系統 就是我們的一日研討會 那透過一日研討會 那公司也會很具細名移的 把公司的理念 讓所有的會員來做一個了解 那最重要的就是我們在第三個 就是我們在場所有人今天到這個會場 參加什麼 成功學院 各位成功學院是在愛多美成功必經的道路之一 所以很多人他會擔心說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跟別人說 不知道該怎麼樣說服別人 那我會很簡單的就是說 想到就說隨便講 所以有看過我們董事長的影片他常常會講說 你要介紹別人愛多美你要怎麼介紹 隨便介紹 因為我們有一個叫做自選的法則 各位知道嗎 自選的法則 今天你不需要成為一個很專業的營養師 才能經營愛多美 你不需要成為一個很專業的美容師 你才能經營愛多美 你不需要成為一個賺很多錢的創業家 你才能夠經營愛多美 我們只要有一張嘴我們能夠邀請別人來參與系統 我們就能夠開始做分享開始做經營 而且把自己的事業跟組織做大 靠的是什麼 公司的系統 所以各位一定要很清楚就是說 如果我們能夠配合公司的系統 我們才能節省自己努力經營的時間 所謂常講借力使力不費力 所以借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透過我們的架構跟各位來分享 就是說我們在獎金制度上面 首先我們的產品 各位產品是公司的命脈 不管一家直銷公司 它的獎金制度設計撥的錢再多 如果沒有人消費 公司有沒有收入 沒有 公司沒有收入有沒有錢撥獎金 沒有 所以重點還是會員數的多寡 消費者的多寡 這是很重要的概念 一般我們在所有的一些直銷公司 在過去都是採用一個叫做推薦 什麼叫推薦制 我的目標族群 希望能夠找到人脈很好 口才很毛 然後他過去有組織行銷的經驗 那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一隻大老鷹 但是今天如果他懷抱著 能夠賺大錢快速回本的想法 來到我們愛多美這個地方 我跟各位保證 如果他介紹十個人會陣亡一個人 那個人是他自己 因為過去介紹一個人 介紹兩個人 介紹十個人 可能可以快速回本賺很多錢 在愛多美如果介紹十個人 這十個人都沒有消費 對產品完全不了解 他有收入嗎 沒有收入 所以如果他是懷抱著快速回本的概念 來到這裡 他肯定待不久 但是今天在所有愛多美的會員當中 我們只有一個身份 這個身份叫做是消費者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請教各位 在一般所有的社會當中 老闆比較多 人數比較多 還是消費者的人數比較多 哪個比較多 消費者 開店的人比較多 還是買東西的人比較多 經營者比較多 還是消費者比較多 消費者 所以以我們在愛多美的一個會員分配來講 像我們昨天有看到一個影片 大概92%的會員的比例 他是屬於消費者 8%的比例是屬於有領到獎金的經營者 我覺得這個數字聽起來相當的正確 也相當的合理 為什麼 今天如果在台灣 所有愛多美的會員 全部都跑來參加成功學院的話 我相信各位現在沒有椅子可以坐 60萬人 可能已經怎麼塞滿滿的 所以這是一個不會發生的事情 那大部分的會員來到這裡的目的 只是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我只是要買東西 那各位 買東西一般的消費者 取決於兩個很重要的條件 第一個叫做價格 那第二個叫做品質 所以在相同的品質當中 如果能夠花比較少的錢 買到需要的東西 各位覺得有沒有好處 要在哪裡買 愛多美 因為價格是很透明的 各位可以去比較 相同功能性的牙膏 相同功能性的牙刷 你在一般的通路來買 你是買不到一支32塊半 你是買不到一支200公克 97塊錢 是買不到的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最厲害的武器 叫做是我們的產品 所以透過絕對優良的品質 絕對低廉的價格 才能夠幫我們留住所有的會員 而這些會員大多數都是什麼 消費者 因為消費者才是支撐一家公司的命脈 像我們看到我們全球第一位尊王大師 補真秀尊王大師 但是當然心裡非常的高興 但我想跟各位所有在座的家人 來分享一點 就是說各位覺得 今天能夠成就一位尊王大師的原因 是來自於他個人的能力很強嗎 如果沒有王冠大師會有尊王嗎 沒有 那如果沒有星光 沒有玫瑰 沒有鑽石 沒有銷售大師會有尊王嗎 沒有 那重點是 如果沒有消費者會有銷售大師嗎 也沒有 所以今天能夠成就 全球第一位尊王大師的誕生 他最大的力量就是來自於在座的所有家人 因為我們都是愛多美的消費者 我們先給我們自己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概念 所以成就在台面上所謂領獎 領現金領堆高機的人 他只是代表著在座我們每一位消費者 透過時間的累計 每個人都可以達得到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能夠認同消費的概念 我們也能夠站在台上 接受非常大的一個尊榮的禮遇 因為這就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回過頭來看 今天如果要針對消費者來講的話 所以你不需要跟消費者說什麼 畫大餅 好像造就一個月入百萬月入千萬 好像他能夠介紹兩個人 他就能夠這一輩子退休都不用做事情了 所以像過去很多的說法都是要創造一個叫做經營者 讓他覺得來這裡就是要拼一個失業 各位消費者是不用拼的 我們只要好好的用產品就可以了 所以當你的周遭你的人選你的潛在客戶潛在會員 不再是口才很好人脈很好能力很好 你的潛在客戶潛在會員是什麼 他有在刷牙的他有在洗臉的他有在保養的他有在用衛生紙的 簡單來講你拿一片鏡子放到他的鼻子下面會產生霧氣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潛在客戶我們的潛在會員 因為日用品需不需要 需要 所以每個人都需要的 所以我們的市場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這個也是我們愛多美成功的原因 絕對月亮品質跟絕對低廉價格 所以透過會員制的關係 我們才能夠來購買愛多美的商品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所以透過我們的會員註冊 目前我們已經有非常多個海外國家的產生 那我們剛才有提到 成為愛多美的會員本身是不用入會費 可是我們如果在場比較最近加入的朋友可能會講說 奇怪我那時候加入的時候有花50塊錢買一份資料袋 那跟各位報告 目前在眾多的國家當中 在台灣跟日本這兩個國家 必須要填寫書面申請書購買入會資料袋 所以你在公司的購物網站會發現 這兩個國家有輔銷工具申請書可以購買 其他國家是不需要的 因為每一個國家它的政策法令規定有所不同 所以在台灣你也可以說加入會員是不用錢 你也可以說加入會員是50塊錢 這個都可以 那透過公司的設計就是 重複消費這件事情我們從此把它忘記 像我在早期跟很多朋友在介紹的時候就會想說 這家公司它不需要重銷 過去有一些直銷朋友他就很納悶說 沒有重銷怎麼會有獎金 各位今天我們去大賣場買東西的時候 由哪一家大賣場會規定我們一個月一定要買多少東西才能夠走出感應門 有這樣規定嗎 沒有 因為消費者就是自然性的 他需要再買 不需要就不需要買 所以在我們愛多美的產品很簡單的概念就是說 今天你跟朋友分享他要買什麼東西 有缺缺什麼 買什麼 如果他沒有缺呢 就不用買 就這麼簡單 所以透過不需要重複消費 不需要責任額的設計之下 我們才能夠留的比較久 而當我們會員人數存留的比較久 我們成功的機會有沒有相對比較多 一定有 那公司也是希望我們在體驗公司的產品 所以它有一個小小的一個 跟各位的會員做一個約定 一年當中消費一次就可以保留我們的會員資格 那一年當中需要買什麼產品 有人說什麼眼霜 還有咧 正確答案是隨便 所以這一家公司它很符合消費者的概念 我要買什麼 隨便 只要有PV值的就可以 只要有點數的就可以 買需要的東西 不需要聽別人說 也不需要怎麼樣 買不必要浪費的東西 這是非常合理跟非常人性化的 所以透過我們公司的制度 剛才有提到 我們的獎金來源不來自於差價 沒有來自於差價 那我們賺什麼 賺點數 我打個比方 像我有時候去大賣場買東西結帳的時候 小姐會告訴我說 先生 你可以有點數可以折抵10塊錢現金 請問你要折抵嗎 請問在座的家人 有沒有在大賣場買東西結帳的時候 折過10塊20塊有遇過嗎 有 那各位為什麼我們有點數可以折抵 是因為很多的通路商都希望留住 忠誠的消費者 所以給予一些好處 那通常這些好處就是買東西有點數 累積點數可以折現金 但是在傳統的通路當中 每個人的點數是分開計算 如果我介紹我的朋友王小明 他去大賣場買東西 他買的點數是他的 跟我有沒有關係 沒有 各位如果有關係呢 你想想一下 如果一個人一個月的消費 結帳的時候 他的點數累積 日常生活用品可以折10塊錢 如果10個人的消費都有關係 一個人可以折10塊 10個人可以折多少 100塊 10個人可以折100 100個人可以折多少 1000塊 100個人可以折1000塊 那1000個人可以折多少 1萬塊 你覺得一家大賣場 一個月下來有沒有1000人消費 2000人消費 3000人消費 有沒有 如果這些點數都跟我們有關係的話 我們就可以點數換現金多換個 1萬塊2萬塊幾萬塊 各位覺得好不好 可是 外面傳統的通路 有沒有把這些點數回饋給我們幫他介紹的人 有沒有 哪裡有 我們再給愛多美一個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很重要的一個概念就是說 我介紹朋友去大賣場買東西 他覺得很自然 我介紹他來愛多美買東西 他就覺得你是指教 不管你怎麼跟他做解釋 他說是老鼠會 我說沒有我們是米老鼠 他說是老鼠會 我就說老鼠都會你還不會 不管你怎麼跟他說 他聽起來只是一個話術 你跟他講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因為他本身並沒有來到我們的成功系統 所以他腦子只有三個字叫做 都一樣 因為直銷的產業 直銷的一種模式 在台灣其實已經超過30年40年50年的時間 所以今天當有一個跟傳統的通路一樣 只是他有撥獎金 很多人不會相信 那怎麼樣讓他相信 我們只能帶他進成功的系統 讓他親眼看到 親眼聽到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相信自己所見所聞 這是非常重要概念 所以透過公司的設計 各位我們不再有過去的包袱 像之前也是常常在網路上面聽到一個故事 有兩個學生要去學高爾夫球 那老師就問第一個學員說 你以前有沒有打過高爾夫球 那第一個學員就說我以前沒有 完全沒經驗 好 那這樣子你一堂課的學費是2000塊錢 那第二位學員問他以前有沒有經驗 第二位學員他說有 我以前有打過 我有學過 那老師就說那你的一堂課的學費要交5000塊錢 那第二個學員就很奇怪啊 其實我有經驗的 我學起來應該比較容易 為什麼收費比較貴 那第一位他完全沒有經驗 為什麼收費比較便宜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要改變過去的習慣 過去的想法 過去的觀念 需要花更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常會發現在愛多美在台上領獎的 往往會聽到四個字叫做直銷素人 有常常聽到這樣會員分享對不對 哇 怎麼那麼多直銷素人 因為過去沒有經驗 所以在愛多美的事業是如魚得水 那有很多有經驗的人 如果他沒有辦法拋開過去的束縛 過去的觀念 他來這裡會感覺綁手綁腳 為什麼綁手綁腳 介紹十個人陣亡一個人 因為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所以各位我們的想法要有一些改變 而這些改變就是來自於愛多美 在事業上面制度上面的一些設計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我們要顛覆傳銷直銷的概念 因為一樣是走倍增一樣是走多層次的獎金 無限大的領取 但是他在精神上面就有非常大的不同 就像剛才講到的填空體一樣 今天你的做法會造成整個事業體 以及公司在社會上面所有人的觀感 所以透過愛多美可能未來再過一段時間 當然這段時間可能不是很短 需要一段時間 因為直銷世界在台灣我們所在這片土地 已經三十十年 所以可能也需要透過十年二十年三十的時間 那會有什麼樣的情形呢 未來講到直銷大家會覺得 哇 直銷就是什麼 好用又便宜 未來講到直銷大家會覺得什麼 消費者自然消費不需要強迫 未來講到直銷就會怎麼樣 直銷就是能夠讓沒有能力的人 透過成功的系統 就能夠翻身取得一個成功的機會 未來提到直銷怎麼樣 直銷的領導品牌就是愛多美 我們再給愛多美公司一個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各位這個是需要時間的 而我們就是一同來見證歷史的誕生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公司在累計制度上面 那一開始依照個人的消費 跟組織下限的消費 有兩個很大的部分 那依依跟各位來做一個報告 首先依照個人購買PV 來決定我們的會員等級 而這個會員等級 就可以依照我們來領取獎金的不同 那最少我們希望我們會員 能夠累積超過一萬PV以上 就是我們所謂的點數 那各位愛多美的產品很特別 金額非常的低便宜 但是它的點數非常的高 所以當你聽到一萬PV 一萬點的時候 不要覺得我好像要花個幾萬塊錢 以我們的大牙刷來講 一盒售價8支裝260塊 各位知道它有多少點數嗎 5千 所以如果一次買兩盒520塊有多少點 就一萬點了 那重點是 個人的點數是永久累積不歸零 永久累積不歸零 所以隨著我們的日常生活用品的改變 我們可以慢慢累積自己的PV 從一萬PV 三十萬PV 七十萬PV 一百十萬PV 最多是兩百四十萬PV 再多就沒有太多的一些差別了 這個叫個人的累積 那我跟各位提醒一下 如果今天我們要有領取到 累積到別人買的點數 我個人最少要累積一萬PV以上 那如果個人還沒有累積到一萬PV的 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就下次買的時候再加 當超過一萬PV以上 我們就可以開始累積 所謂下限別人買的一些點數 那公司在所有發放獎金的時候 都是依照PV 依照點數來當作一個計算的一個基準 所以我們要怎麼獎金領取呢 首先我們的組織型態跟各位來分享一下 第一個我們是雙軌制的組織 透過左右無限帶的延伸 化國的連線 而且這個可以無限帶的一些累積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成為愛多美的會員 很簡單的是 我用公司的產品 如果覺得不好用 就怎麼樣 就不要用 很簡單 各位一定要放聲的 大等跟朋友這樣子講 因為消費者本來就是買他覺得好用的東西 那如果覺得好用呢 就繼續用 就這麼簡單 但是繼續用的過程當中 會有兩種人出現 第一種人是 他不管用到好東西 或者用到不好的東西 他都會躲到棉被裡面 把門上鎖 他不會告訴別人 但是有一些人 他用到好的東西 或者用到不好的東西 會馬上怎麼樣 衝出去門口 跟左右鄰居講說 哪裡有好東西 哪裡有好東西 有沒有這種人 有 所以今天好東西跟好朋友分享 這種叫做自然消費的概念 母親節要送什麼禮物 父親節要送什麼禮物 結婚要去哪裡辦 或者是怎麼樣 坐月子要去哪裡做 當我們不曉得的時候 我們就會問人 那當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也會告訴別人 所以資訊的傳遞是很正常的狀態 而在愛多美 如果我們的產品 能夠讓消費者認同喜歡的話 自然的傳遞 所以透過會員的轉介紹 第一位放在我們的組織的左區 第二位放在我們的右區 透過左右往下叫做無限帶的延伸 各位無限帶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為個人的能力是有限 但是朋友的朋友是無限的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要客人的能力 我要直接介紹多少人 五個人 十個人 一百個 兩百個 三百個 你覺得有可能嗎 不可能的 那不然要介紹一千個 兩千個 一萬個 兩萬個都要直接介紹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透過兩個變四個 四個變八個 這個叫做倍增 所以為什麼在愛多美 要堅持透過直銷的模式 因為它就是有倍增的概念 而透過倍增 我們就能夠讓自己 創造一個屬於叫做系統 連鎖 以及無限帶的被動式收入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所有的消費者 不管他去哪一個通路買東西 我們都能夠有一些抽成的話 那個獎金是很恐怖的 如果家家戶戶的水電 你都能夠抽個一塊 都能抽個兩塊 我們會不會變成富翁 會 但是有沒有 沒有 所以在很多的傳統的產業裡面 都是老闆獨資獨賺 他不會把利潤 分享給所謂的消費者 而在哪個地方 會把這些利潤 分享給消費者 愛多美 這非常重要的 所以透過無限的延伸 還可以跨國連線 所以未來真的不斷不斷 在東南亞各個國家 甚至我們未來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都會不斷的開放 所以透過愛多美我們的事業 我們的版圖 可以做到全世界 這非常驚人的一件事情 而今天如果別的國家在買東西 我們的點數會不會累積 一樣會累積 你不需要重新加入 你人也不需要到那邊 所以打個比方講 今天如果我現在站在這邊 跟各位分享 有國外的朋友在買東西 我是站著他買東西 有獎金有錢可以領 所以我是站著賺 那各位是坐著來學習 坐著來了解 那如果你有會員在國外買東西 那他買東西你有點數 你在坐著 他買東西你有點數賺 所以各位是什麼 坐著賺 所以如果晚上11點12點 我們這邊已經是夜晚 大家都休息在睡覺了 可是別的國家是白天 他們在上網買東西 他們有點數 我們可以累積 有累積點數 我們有錢賺 我們是怎麼樣 躺著賺 因為我們在睡覺 所以它是一個24小時 要維持不間斷的被動收入系統 而要維持不間斷被動 是收入系統的條件 就是來自於消費者買東西 而消費者為什麼要買東西 因為需要 因為他會買 他不見得要來愛多美買 他可以去別的地方買 但如果今天來這裡買東西比較便宜 東西比較好用 您覺得對每一個消費者有沒有好處 有好處 既然有好處會不會有人買 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家人 只要你能夠認同我們的產品 你覺得有人會喜歡 你就可以做這件事情 什麼事情 來分享 來推廣 所以常常會有人在推廣的過程當中 遇到很多的一些挫折 我跟各位來分享 其實這個不需要有挫折 剛才提到我們董事長講到 叫做自選法則 所以透過自選的法則 我們只要很放心大膽的 跟所有周遭朋友 跟他告知這個情報 打個比方 今天我們過去在做事業 都是怎麼樣 找很厲害的老鷹 但是在這裡我們只要找消費者 如果一副撲克牌裡面有四張A 我們把這一副撲克牌洗一洗洗一洗之後 放在桌上 抽出來第一張A的機會是多少 五十二分之四 所以是十三分之一 所以他是有機會的 有沒有人翻第一張就是A 也有啊 因為那是機會嘛 那有沒有人翻了幾張都沒有 所以當你去跟朋友做分享愛做美的時候 遇到拒絕 遇到挫折 我跟各位講這叫機率 就是很正常的 只要你確信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這五十二張牌全部翻完 你沒有四支A 剛好兩支在左邊 兩支在右邊 我們就能夠進階了 各位說對不對 所以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你要知道這一副牌裡面有四張A 只要確信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所以當你確信愛多美的東西 產品 有人會喜歡 不管是誰 只要你覺得有人會喜歡 你就可以來經營 就可以來怎麼樣 分享就可以告訴別人 因為你知道有人會喜歡 可是當你告訴對方 對方剛好不喜歡的時候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應該叫做機率啊 所以今天我們不要有過去的 所謂一些太多的一些負擔 所以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 所以透過我們的獎金發放 我們有幾筆 安置組織獎金 領導獎金 進階成就跟教育今天 一一跟各位來分享 第一個 我們的安置組織獎金 所以透過剛才提到的我們的點數 個人累計超過1萬PP以上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參與 公司的獎金制度的分配 那第一筆叫做安置組織獎金 那我先跟各位提到 如果從頭到尾 自始至終 只有自己買 沒有別人買 我們會不會有獎金 不會 都是自己買 沒有別人買 是不會有的 那什麼叫別人 就是透過你的分享 透過你的介紹 成為會員 當他自然消費 買他需要的東西 這個叫做別人 那透過別人來消費的時候 那公司計算就是日節週齡 每天結算業績來看我們的左右 有沒有超過我們領取獎金的額度 再下個禮拜二來領取我們的一些獎金 所以當你經營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發現 你是每個禮拜在領獎金 禮拜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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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禮拜的錢還沒花完 這個禮拜的錢就進來 一個月可以領個四次 領個五次 各位覺得好不好 非常的棒 所以透過日節週齡的部分 就是我們的獎金 那透過我們的點數的累積 左區累計達30萬點 右區累計達30萬點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領取我們所謂的獎金 那因為愛多美是跨國性的企業 它不可能用一種幣值 以我們講新台幣 然後去計算每一個國家 所以它就是剛才撿到的點數 那發放獎金的時候 它也是怎麼樣 透過點數 如果我個人是累積30萬點 我就可以領取5點的點數 那如果是個人累積30萬點以上 那左右各30萬點 我就可以領取15點的點數 那以此類推 詳細的數字在我們的營運規章上面 都有相當清楚的一些宅明 所以簡單來講 第一個個人消費1萬點以上 如果左區累計30萬 右區累計30萬 簡單講俗稱對碰 我們就可以領取第一筆獎金 那這一筆獎金是多少金額呢 剛才講到的叫做5點 所以今天5點是折合新台幣 大概多少錢要跟各位來報告 每一點目前換算下來 大概是5000韓幣正負25% 透過N價的關係 它會做一個浮動 所以今天N價在雙軌制當中 它是非常重要的依據 打個比方 今天公司撥的獎金 每天每天的獎金就是一定的數字 如果當天領取會員的人數比較多 相對我們的金額就會比較少一些些 那如果當天領取金額的人數比較少 我們的錢就會怎麼樣 比較多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在計算獎金的依據 那有時候你跟會員來做一些分享 有時候比較難做一些數字 跟他講1.5千韓幣 有時候他還要去換算 蠻麻煩的 所以差不多啦 我會這樣跟各位分享講 今天如果對碰一次 如果個人是累積30萬點 左區30萬 右區30萬 大約可以領到2000塊上下 如果少一點可能是1800 1900 如果多一點可能是2000 2200 這樣有沒有比較簡單 有 所以透過我們的獎金制度的部分 那公司就會依照我們來發放 那第二個叫做領導貢獻獎金 那公司在計算的基準就是透過1號到15號 每個月 每個月1號到15號 16號到月底 那透過這兩段期間 如果我們的左區加總有超過250萬點 右區加總有超過250萬點 我們就可以晉升第一個全球分紅的位階 叫做銷售大師 而目前銷售大師也可以領取全球分紅PV的10% 全球分紅PV的10% 所以他也會在每個月的7號跟22號來做一個發放 那公司在全球分紅的位階有7個 從銷售大師以上開始 鑽石 玫瑰 星光 皇家 王冠跟村王 那我們不用講太多了 我們講前面就好 各位可能比較簡單 所以今天我要達成第一個位階 就是在座所有家人的第一個目標 叫做銷售大師 所以銷售大師的條件很簡單 就是個人累計達70萬PV 之前買的1萬算不算 之前買的30萬算不算 個人是永久累計不歸零的 我就慢慢累計加起來 個人累計70萬PV 左區在半個月當中累計250萬 右區累計250萬 我們就算怎麼樣 達成 那達成我們就可以領取這一筆全球分紅 目前領下來大概1萬多塊錢 1萬多塊錢 那今天如果我們要在網上做一些晉升呢 就不是看個人的能力了 他必須要靠怎麼樣 組織的協助 所以在你的左區當中 可能有90%的消費者 那從10%的經營者當中找出兩位 跟我一樣銷售大師 右區找到兩位 跟我一樣銷售大師 所以左區兩位銷售 右區兩位銷售 我個人就可以怎麼樣 進一階叫做鑽石 所以以此類推 如果我要再進階 就必須左邊兩個鑽石 右邊兩個鑽石 我就可以怎麼樣 晉升玫瑰 所以不管你要到哪一個位階 前提就是怎麼樣 你必須要在左區跟右區 各找到兩位 跟我們收入一樣多的人 所以不像在過去 所謂的叫做個人能力 英雄主義 創造一個很厲害的人 在愛多美他就必須要互助 強迫互助 幫助自己成長 幫助夥伴成長 如果在你的所有的團隊 所有的組織當中 只有我賺到錢 都沒有人賺到錢 充其量也是一個銷售大師 所以如果我們要進階的話 一定要怎麼樣 幫助夥伴 跟我們一起不斷地不斷地 邁向成功的路 那透過我們的一些獎勵 當你達成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次晉級的表揚 今天如果是我們的銷售大師 就會有我們的獎品 蜂蜜影六件組跟四件組 那透過我們的鑽石大師 還會有一些數位的平板電腦 那開始晉級玫瑰大師之後 就會有現金獎 晉級我們的新冠大師 一樣是現金獎 跟國外的旅遊 這都是一樣 那透過皇家大師 那不僅有現金獎 還有國外的旅遊 還有信用卡 每個月給我們一些消費的額度 那以及我們的汽車 那透過王冠大師 當然汽車就比較大台 然後他的旅遊天數 他的那個額度比較多 那我今天只要講一個最好 為什麼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 叫做尊王大師 所以我們昨天 有沒有看到尊王大師 我們受講的影片有沒有看到 有 所以今天尊王大師有沒有好處 我們直接講最重點 叫做那一台堆高機 所以他是撥多少錢 十億韓幣 折合新台幣大概多少 將近三千萬 所以我再想一下各位 如果我在經營愛多美 達到諸王大師 我必須要花十年的時間 而在這十年當中 我其他的收入完全都不要算 我光拿一次性獎勵 十億韓幣叫三千萬現金 我也等於在這十年當中 每年年收入超過三百萬 各位說對不對 光是這一筆獎金 光是這一筆 那其他的呢 哇那真是嚇死人 所以透過公司 能夠把我們 不斷不斷的推上成功的巔峰 我們就能夠配合 享受非常大的榮譽 所以透過我們的現金獎勵 那一樣我們會有怎麼樣 每個月一千萬韓幣的 信用卡的額度 而這個額度折合台幣大概三十萬 三十萬一個月一定要花完 沒有花完的話 下個月額度不會增加 各位了解嗎 一個月差不多三十天 如果三十萬額度 表示你每天要花一萬 每天要花一萬 表示你今天沒花完 明天會頓丟 要想辦法 所以今天我們的禮遇是非常的大 那包含我們的一些辦公室 我們的高級房車 以及我們的一些旅遊這個部分 所以未來如果我們還想要 服務會員的話 也可以來申請所謂的教育中心 那公司也會有PV的6% 提播給教育中心來做一個津貼 那最後總結 所以今天在愛多美事業 要如何幫助在座的各位取得成功 第一個叫獨佔 會員獨佔性 所以每個人都要有運氣 這個運氣不是你能夠找幾支大老鷹 這個運氣是你有沒有接觸到愛多美這個平台 所以各位我們有沒有運氣 坐在這邊已經是一個天大絕佳的一個商機了 會員獨享 那透過日用品的消費 我們的事業才能做得長長久久 透過我們的高品質低價格 我們的事業才能夠延續 透過我們的回購率高 公司的背景 他才能夠幫我們這個事業做大 所以我常在講說今天在這裡 不要各位不要再什麼回本的概念 因為各位有沒有本金 我們是花我們原本在花的錢 可是可以賺我們原本賺不到的錢 而這些錢原本是財團在賺的 你知道什麼叫財團嗎 他的錢都擠成一團 所以叫財團 但是今天透過螞蟻雄民 透過你我消費者的力量 小螞蟻也可以推倒大象 那要跟誰配合 愛多美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所以透過結合消費者 我們未來將會成為全球最大的流通公司 那昨天也有提到 我們在韓國當地 即將要挑戰那個 直銷業龍頭的地位 因為目前他在會員制的公司 排營業排名低而高 即將要挑戰第一大 而在台灣 明年也會進入到前十大 那未來我們也會即將挑戰第一大 不是未來 甚至全球 各位覺得有沒有機會 會不會達到 我們再給自己跟公司 熱烈的掌聲鼓勵一下 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能夠回歸到消費的本質 各位 消費者做主 人民當家 才是最重要能夠成功的概念 所以我們董事長來講 今天如果在愛多美要取得成功 你不需要學歷高 不需要很帥很美貌 不需要專業能力很強 我只需要一個條件 而這個條件是什麼 當一個專業的消費者 所以各位 只要透過消費 就能夠讓自己 跟未來的家人 所有的人生翻轉 而這個機會 只有在愛多美 能夠幫我們做實現 我的分享到這邊 感謝各位時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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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